美军撤军叙利亚,为何伊拉克请求联合国将美军赶出其领土?联合国将怎样处理? 敬请关注了解详情 被库尔德人称之为过节老鼠的美军,撤离到伊拉克之后遭遇到了新的麻烦 伊拉克方面明确表示,伊拉克不允许叙利亚撤离的美军长期留在伊拉克 目前为止,伊拉克驻扎了5000名的美军 据媒体报道,从叙利亚撤出的大概1000多名美军,计划是保留在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但是明显,伊拉克并不欢迎美军留下 即使在伊拉克国内,即使是之前的5000名美军,同样也是不受欢迎的人 必须指出的是,从叙利亚撤出的美军进入伊拉克境内,并没有得到伊拉克的许可 就擅自进入伊拉克 由此可见,美军已经无视国际法到了什么程度 有意思的是,伊拉克方面发布的声明指出 我们不允许美军从叙利亚撤离,长期留在伊拉克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发挥作用 伊拉克知道自己无力让美军撤离他们的领土 只能请求联合国将美军赶出其领土 不过分析认为,联合国在该问题上难以发挥作用 这对于在二战之后重建了国际秩序的美国人来说 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国际评论人士对此现象发表了看法 笑死 美国现在被盟友驱赶 实际上,近年来,美军同伊拉克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 在稍早前,美国同伊朗军事局势紧张之际 伊拉克方面表示中立 不允许美军从伊拉克的领土上发射导弹袭击伊朗 有分析称,美军此次从叙利亚撤军 是其近年来一大败笔 但却使美军对世界和平做出了一大贡献 美军撤离该区域之后 土耳其发动了军事行动 随后,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参与 古尔德人已开始与各方沟通协调 在没有美军存在的情况下 军事分析人士称 该区域的和平进程将会得到有效推进